我们来摘这个小豆椒 要嫩的不要老的 这长豆要很嫩的东西 老的我们就不要了 这个是我们等会要和皮一起吃的 所以一定要选嫩的 掉了 这边 嫩的比较多一点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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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树上接桃子了 好快的 这个还挺嫩的 加水 洗干净 把蒸排放上 把蒸排放上 摆一下 因为这个太快了 会露下去 所以就摆一下了 盖起来蒸 蒸熟吐为止 打开 可以了 加快速度 要不再贴又黑了 要不再贴又黑了 来一起拿 来放锅中 这个用锅层 倒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没有雷薄 因为我没有雷薄 我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我把它捣碎一点 来一点的辣椒油 首先冲洗一下 切一点的葱花 下锅中 少量炒一下就可以了 出锅 慢慢的一盘 下锅 切成熟 切成熟 よ快速切成熟 切成熟 在烤骨上, 把烤骨上去 放入烤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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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做的 做的蝉豆和皮一起吃了 这个在做的时候 那个采的要显嫩的 老的话 如果你多岁都不来 它就有皮 还有那个 茜茜 我们这个芳叶就是皮的 很老的皮吧 吃起来就不好吃了 所以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血润的 吃起来那口感 还有里面的籽儿 吃起来就很香